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部最新的八点档大戏 主角是一名才16岁的少女 因为从小在很险恶的环境长大 所以心中充满对妈妈的怨 而且还养成了偷东西的坏习惯 妈妈改嫁进到十家之后 其实继父对她视如己出 同时以家的力量引导孩子回归正途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齐少妃 奶奶好 大爷好 大妈好 正值叛逆期的16岁少女 是一名偷窃惯犯 从小就被生父洗脑 对母亲充满恨意 跟着母亲改嫁后 继父不但没有在意少女的过去 还将她视如己出 谁能保证孩子不犯错误 这孩子进了少管所 就已经受到了惩罚 出来连社会都得接纳她 更何况是家人呢 人非甚贤 谁能没过 更何况还是个孩子 继父认为环境会改变人 跟什么人 孩子就会像什么人 只能不断用爱和关怀 导振她 时间长了 石头都能污热 更何况她是人呢 放心吧 齐少妃毕竟是个孩子 孩子好配啊 日复一日 被耐心和亲情滋养的少女 终于放下执念 不再走歪路 回归正轨 谢谢你们 有了这个家 我才觉得 没有放弃自己 家人满满的爱 让误入歧途的青少女 终于有了再一次 走回正途的机会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好